很重要 同樣入圍戲劇節目女配角獎的 Hana 劉品妍 在評審眼中的Hana 她一開始有著林家女孩的天真 但最終陷於情緒失控的悲劇 這高難度的演技嘗試 成績斐然獲得了肯定喔 而她跟阿季的小姐內鬥 從戲裡面鬥到戲外 因為都曾經獲得戲劇節目女配角獎的她們 這回又同樣的 以同樣的獎項互相廝殺了 在Hikari上演這個歡場人生的互相廝殺 延伸到了金鐘獎的典禮上了 入圍心情其實最開心的心情 是可以跟華登初上的姐妹們 有一種光女團的合體 那說真的也很希望 女配角獎就是可以留給華登初上啦 留給我們哪一個人都可以 謝謝 這邊 親眼AJ buenas taken 關傷 給 Silence 好 那演员之前因為妳嗆聲阿季 妳說妳贏過他的就是顏值了 還不夠明顯應該還有身材吧 我的天啊 不行 不行 你今天這樣子 好啦 我覺得可以耶 因為她今天都是鏤空的 我的天啊 真的是身材超好 但是阿姬 你今天也是超性感的耶 但是你有說啊 如果你得獎了 你要帶哈娜上台 她今天這樣子嗆你 你還要帶她上台嗎 可是她一開始就拒絕我啦 她說那我上去幹嘛啊 好啦 我想大家看到阿姬這樣 還是有點好奇 雖然不能講全部看各位 讓我們了解一下為什麼會 突然這個造型呢 就是拍戲啊 演員嘛 又是一個很顛覆的角色了 但是其實今天媽媽們都在現場喔 小黎想要就是自我引見一下 小黎子本身在林森北路長大 那個顏值還算中上 應該可以照Hikari上班 擔任一個什麼擔當 媽媽們覺得我可以當什麼擔當 就跟阿雅一起嗎 會計 會計擔當是不是 好的 我可以 等一下 我要升級 對不起 兩位媽媽 我也要爭取 因為網路上討論說 如果吳康仁不能演寶寶的話 誰可以演 我也被提到 所以如果我來演寶寶 我就關掉Sugar 就直接跟Hikari合作 你覺得可以嗎 OK 什麼 你錄取了 OK 但是認真講 就算我們有沒有錄取 觀眾根本不在乎 他們比較想知道誰可以得獎而已 好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希望 今天的Hikari光旅團 都可以順利的報回大獎喔 謝謝 és 哈囉大家好 我是核昊成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國益 哈囉大家好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快點